2022年的最后一天 在重庆市120指挥调度中心 一个又一个求救电话打来 电话几乎没有间隔的响起 电话铃声如同不停滴答的钟摆 伴随着医护人员的紧张忙碌 正一秒一秒地赶到2023年 在重庆市120指挥调度中心 时间就是生命 迎来疫情高峰的重庆 120急救电话持续高位运行 院前急救系统压力倍增 2022年12月31日21时 距离2023年还有三个小时 记者在120指挥调度中心里看到 中间一块硕大的液晶屏幕 清晰完整地显示着 重庆市救护车调度情况 调度员们一边接听求救电话 一边与求救人沟通 一边录入相关信息 电脑屏幕上的重庆市地图 从模糊到清晰 直到精确到求救人所在的街道 小区 调度员很快派出了一辆 距离求救人最近的救护车 求救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记者看到 在半个小时里 调度员接入播出的电话 足足有上百个之多 求救内容从呼吸困难到酒精中毒 21时40分 一起农药中毒的求救 记者跟随救护车前往救援 22时30分 救护车刚刚返回 又一起圣洁时发作的求救电话 打了进来 记者随即登上另一辆救护车 跟随医护人员前往救援 危及重症患者抢救 都是从急诊开始的 但随着急诊量剧增 无论这里多么忙碌 病人的期待总是高于 这个枢纽的流转速度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急诊部医生高亮告诉记者 在他今天工作的8个小时里 共收治了近百余名患者 前来急诊的患者 已出现呼吸困难的老人居多 在急诊室里 时间都是以秒为单位计算的 高亮说道 跟打仗一样 往往忘记了喝水 吃饭 甚至上厕所这种生理反应 都会忘记 在这个年末 急诊部的医护 已经保持超高负荷的运转 近一个多月 以燃烧生命去抢救生命 这就是急诊室的工作状态 8个小时上班的时候 基本上是连着转 病人的观察 检查 会比较多一点 我们有些同事 很多时候会忘了 去上厕所 喝水 这些 就生理上的遗忘一样 20时20分 记者看到一位 穿着睡衣的男子 从救护车下来 他的妻子 在家中突然呼吸困难 于是拨打120求救 急诊室里 这名男子神色焦急 连说 太紧张了 连衣服都来不及更换 看到经过诊治的妻子 慢慢恢复正常 男子松了一口气 向医生连连道谢 现在没事了 好 谢谢你们 辛苦了 急诊室里的跨年夜 注定是许多人的不眠之夜 钟表的时间 慢慢走向零食 急诊室里的医护人员们 为病人在输养 心脏监控 输液 陪伴在一旁的患者的亲人 有的拿出手机 给家人报一声平安 高亮说 对于这些患者和家属而言 这个年关 也是他们人生的一次难关 他和医护人员们 为帮助他们跨过年关 竭尽全力 希望在2023年 每一个生命都平安健康 鲜活精彩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年关 也是一个难关 我们抢救室的医务人员 也会帮助这些病人 一起来度过这难关 120指挥调度中心里 求救的电话 依旧响个不停 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里 他们共接到了 3015个求救